有二三位朋友们问说 您曾经说睡觉的时候 才是在解决问题的时间 请问我是真的有睡着吗 如果睡着 那么醒来你都能够记住 解决问题的过程吗 第一个是真的有睡着 因为如果没有睡着的话 是没用的 如果没有睡着 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的话 其实问题都没有解决 只会越想问题越多 那睡着的话 醒来我是都记不住 解决问题的过程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对我来讲 也完全是一个黑盒子 那我并不知道 就是它的计算的过程 所以我醒来之后 往往我还是要处理 那个alignment跟acompatibility 这两个问题 这就跟任何deep learning 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只有最后几层的东西 但是我也没办法去解释 说它到底怎么来的 然后比方说 之前要就是代表 卫福部跟卫教部去 就是应该是 World Web Conference吧 去分享我们的防疫嘛 那他们都给我很多资料 那每个部门都有给 每个五十页加起来 就两三百页 那我就是睡前全部都看完 然后醒来就冒出 三个字就是fast fair and fun 那所以后来呢 就是我整个就是 以这个柴权为基底的 以乐高为基底的 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从这个fast来讲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从fair来讲 这个我们的口罩实名制 以及其他的分配 从fun来讲 就是可爱的总裁 那所以 那你问我说 就我看了这 就是两三百页资料 剩了八小时醒来 到底怎么冒出 这三个字 我还真的不知道 那但是我是可以跟你解释说 这三个怎么样对应到 就是我一开始的 source material 这个是没有问题 而且呢 它并没有就是过分地去诠释 好像有因为 bias的关系 加上了一些本来里面 没有的这些杂讯 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所以可见就是说 我是一个ethical的一个人 就是要解决 alignment 就是价值有相符 又给出交代 所以只要有这两个 这个过程没有办法重建 也是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 是各位如果有在做 deep learning的话 可以稍微安心一点